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158回 麻烦又一处单独的修炼区域 这是公孙呢专门划分给他的 是靠近水边的一块小角落 石门滩地势开阔衣衫傍水 不时的能看到白色的水鸟成群结队的从水面掠过 小山界的残酷争斗没有波及到他们 他们呢依然过着悠闲的生活 他们体内没有什么值得修者觊觎的东西 他们不是灵兽 灵气的变化对于他们也没有影响 落日的余晖洒在水面 白鸟的拖着长长的影子 芦苇在风中微微地摇摆 不知不觉中的麻烦停下了修炼 走到了水边 凝视着远方 心中是一片宁静啊 忽然他抬起眼皮 眼中的闪过了一丝警惕之色 他不动声色地垂下了手臂 系在手腕的玉牌啊 轻轻地触碰到手指 一只指头大小的灰蝶 这个时候安静地抓着他的中指内侧 看上去啊 就像是一枚不齐眼的灰色的戒指 麻烦的双眼微不可查地多了一层灰色 看上去呢 眼神啊暗淡些许 灵童 他的视野小人地发生了变化 茂密的芦苇渐渐地变得透明了起来 隐约可见一团虚影潜伏其中 啊 眼泪躲在这儿 对方潜伏的位置 离他呢大约是一百五十丈 这个距离他没有一击毙命的把握 从对方选择的位置来看啊 对方呢很小心 若不能一击毙命 开阔的地形 堵住对方的可能性并不大 估计哪个势力的探子吧 麻烦心中猜测 这个距离更适合偷窥而不是袭击 若是以前的麻烦十有八九会选择无事 多一事 他不如少一事啊 可他讨厌麻烦 但是今天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干掉对方 等他回味过来 不禁为自己的第一反应感到吃惊 不过他并没有把过多的时间的浪费在情绪上 他想起了公司无数遍在他耳边的提醒 战场上 最忌讳犹豫不决 你是核心 必须决断 必须要在电光火石之间做出选择 无论这个选择 是对是错 这距离没有把握一击致命 该怎么办呢 要相信你的同伴 不要只知道蛮干 没有机会怎么办 很简单的 你有两个选择 你给队友创造机会 队友为你创造机会 麻烦的 神色如常的转身 他看到了三名同伴 这三名同伴呢 他只认识一个 那个叫谢山的家伙 是上次俘虏的老大 据说有宁脉三重天的修为啊 说实话 他更希望眼前的三个人 是雷鹏那个小队 虽然谢山实力呢 软胜雷鹏三人 但是 这个小队全都是新加入的队员 和他没有半点的默契可言啊 不过 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老谢 他仰起了手臂 喊了一句 谢山一愣 停了下来 转过脸 看下了麻烦 心中呢 却是纳闷不解啊 他自然认识麻烦 全队的核心嘛 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小娘最信赖的属相 可是 谢山呢 从来就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哎 虽然心中纳闷 他还是笑着婴了一句 在队伍里 他是新的不能再新的新人呢 哪怕他个人实力最高 但是 想要获得公孙的信任 他还需要时间呢 他没有傻到去得罪麻烦的地步 来陪我对练一下 试试我的新动法 麻烦语气熟悉的喊了一句 谢山微不可长的皱了皱眉头 他虽然是新人吧 但到底呢 是做惯了老大的呀 还没有人敢让自己来陪练的 不过对方熟悉的口气 似乎并没有恶意 更让他不解的是 这些天呢 他从来没有见过麻烦找人对练 有些奇怪 忽然呢 他的目光牢牢的锁定在麻烦扬起的手掌 一只只的大小的灰蝶呢 安静地扶在他的钟指上 他的心脏抖然一跳 灰蝶的异兽牌 是公孙给麻烦的 平时呢 很少看到他用 若真是对练 麻烦应该不会换出灰蝶呀 蝎山的心里头寻思着 他战斗经验十分的丰富 一边笑着呢 一边朝麻烦走了过去 好的 同伴的另外两名修者对视了一眼 但是没有说话 蝎山他们得罪不起 麻烦他们更得罪不起 让人呢 索性停下来观战 麻烦和蝎山也不废话 直接开始 蝎山修炼的是极光折剑 这是一部罕见的无品剑局呀 也不见他拿出飞剑 扬手呢 便是一片片华丽斑斓的剑盲啊 宛若雪地极光 若杀若尘 美丽至极呀 冰寒的气息顿时迷茫开来 漫天极光之下 雪花飞舞 是锋利如刀啊 剑益 麻烦心中顿时一领啊 这是剑益 营地里一百一十名修者 全都是宁脉气呀 可能够领悟到剑益的 不超过五个人呢 果然不愧赢地第一高手 这一出手呢 麻烦只觉得压力陡增 那些如雾如沙 带着飘渺寒气的绚烂的剑盲 美丽的外表之下 是致命的杀鸡 尤其是那淡淡的弥漫开来的剑益 就像无数肉眼不可见的细丝 悄无声息之中呢 就会让你不知不觉中的 被他越缠越紧 不过领悟建议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哪 麻烦灰色的眼睛微微的眯了起来 解山有心展现实力呀 在上次的战斗呢 他没有展现自己的实力 公孙的三段波式冲杀呀 实在是太猛烈了 就像是一把刚猛无比的大锤 只用一下便把解山的队伍轰然的敲碎了 见机不妙 解山立即投降 一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实力呀 只可惜呢 公孙不在营地 解山心中有些惋惜呀 若能在小娘面前充分的展现自己的实力 对自己的队伍中的地位的提升 是大有帮助的 不过呢 在自己的这些同伴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 也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了 但是很快的 麻烦的实力呢 让他有些吃惊 从理论上来说 两人间的实力相差一个层次 解山呢 是宁脉三重天 而麻烦的只不过是宁脉二重天 但是从场面上 完全不像不同层次对手的较量 尤其是麻烦体现出来的信心和坚决 解山从来没有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 这便是核心吗 麻烦每一剑啊 都会带起无数虚虚实实的幻影 令人的眼花缭乱 但是随即让解山更加震惊的是 每道剑芒略过的残影并不消失 而是有如实体一般的呼啸着朝解山刺去 剑意 麻烦竟然也领悟了剑意 解山心中最后一丝轻视是烟消云赛啊 他并没有用权力 但是他同样的清楚 对方呢 也有啥招 一个宁脉二重天的家伙 竟然能够与自己旗鼓相当 解山心中不禁多了一分色然啊 斑斓极光和虚空剑影啊 是漫天飞舞连续不断的报音 被压抑在极小的范围 像炒豆子一般不绝于耳啊 营地的修者们呢 都停了下来扬脸观战 人人脸上流露出了兴奋之色 一个是队伍的绝对核心 一个是营地修为最高的修者 两个人的对决是最强有力的碰撞啊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数十丈宽的斑斓的光球 光球内充斥着极其密集的斑斓剑芒和幻影剑芒 卸山和麻烦的身影是若隐若现的 下面呢 响起了一阵惊叹之声 把剑芒压缩在如此狭小的范围之内 两个人表现出来的超强的控制力无以伦比啊 光柱内剑芒和灵力的密集度 达到了极其恐怖的地步 任何想深入其中的神石都会被搅得粉碎 柱那心呢 提到了嗓子眼 里面战况如何呀 任谁也想不到 这个剑芒形成的光球剑一纵横 杀鸡四溢 而光球内的两个人呢 却是谈笑淡然 什么情况 谢山笑道 麻烦心中赞叹谢山了得 人文之前呢 从未配合过 谢山呢 却能洞察自己的意图 为实厉害呀 卢尾中 蹲着一个家伙 哦 谢山大感意外 早在麻烦叫他对练的时候 他便小心观察四周 但依然一无所觉 他不怀疑麻烦的能力 心中却不免有些惊叹 面色也随之凝重 你打算怎么办 杀了 麻烦毫不犹豫 谢山再次被麻烦的狠辣给震惊了呀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 首先呢 会想到把对方活捉 以希望呢 能够拷问出一些有用的情报出来 没有想到啊 麻烦连想也不想 直接就打算把对方干掉了 他没有反驳 而是爽快的阴道 好 我讨你追 朝路尾方向 下面众人呢 只见一道人影啊 突然冲破了光球 剑芒组成的光球随即崩溃 不计其数的剑芒碎片失去了控制 轰然呢 朝四周崩射 围观的人们呢 顿时吓了一跳 纷纷地祭出了飞剑 挡住了这些剑芒碎片 莫看这些剑芒碎片支离破碎 可实际上呢 锋利至极呀 杀伤性十足 光球散去 这谢山的双手笼罩着五彩光芒 一道半丈宽 三丈长的斑斓巨剑 猛地出现在了谢山头顶 去 谢山双手猛地合卧 极光巨剑 化作了一抹粗重的斑斓流光啊 朝空中的麻烦呢 是积视而去 极光巨剑一出现呢 下面围观的众人脸色顿时微变 巨剑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势 令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惨 而当他呢 化作一道流光的时候 整个天空似乎都变了颜色 麻烦危险了 也个麻烦就要被流光击中 他忽然呢 凭空消失 不可能 巨剑的剑一只浓郁 一旦锁定 想摆脱 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任何顿法呢 都会出现一个迟滞啊 哪怕再短暂 他也会出现 可麻烦 没有出现任何的迟滞 他凭空消失了 失去了目标的巨剑流光 轰然的朝芦苇轰去 一道灰影忽然呢 从芦苇击射而起 就要朝远方逃走 声势骇人的巨剑呢 在半空中出人意料的 轻巧的一展 这个时候就朝灰影直扑而去 灰影人影啊 微微的一停 他只觉着 虽然的刺骨的剑意 从四面八方朝的压迫而来 他被巨剑的剑意 牢牢的锁定 该死的 骇人之下 他是鼓荡全身灵力啊 灌入飞剑之中 射下那道巨剑流光 这一击呢 自己的飞剑避讳无疑了 他是来不及心疼啊 忽然瞥见了一把灰色飞剑 嚼无声息的出现在了他的身侧 他瞳孔猛的扩张 现在一瞬间的沉至谷底啊 他猛的咬碎了舌头 脸上掠过了一抹血色呀 张孔呢 喷出了一道血剑 只要挡住对方这一向 自己就能逃走了 对方没有丝毫闪避的意思 飞剑呢 迎上了血剑 他脸上不由流露出了狂喜之色 这道血剑是他的保命的秘法呀 威力极强 只要对方硬抗啊 必然能够阻挡对方片刻 啪 清脆的撞击声 他脸上的狂喜骤然凝住了 视野中的一切呢 变得如此的缓慢了 他看得清晰的不能再清晰 血剑撞上了飞剑 意料中的击退呢 没有出现 血剑被击成了一盆血雾啊 无数细小若微沉的血猪 从他眼前掠过 七美若化 一把飞剑从血雾中钻出 刺进了他的身体 宛若被千军重锤给击中了 一碰血雾离体浮起 四周的景物呢 以惊人的速度向后倒掠啊 他脑海中浮起了最后一个念头 好重的尖 昨末被小塔领到了一个库房 然后他就傻眼了 库房里烂铁银矿堆积如山 除了烂铁银矿 还有一小堆其他五颜六色的矿石 这是从哪来的 昨末指着小堆的矿石问小塔 小黑这个时候呢 车流一下爬到了他的手上 拼命的摇头上一对触角 昨末顿时明白 很原来是小黑 他夸奖了一句 小黑真聪明 在掌心的放了一颗铃铛 小黑用一对钳支夹住了铃铛 欢快的爬去了 小塔与昨末心神相连 感受到了小塔急于邀功的心思 再看他圆圆润润的塔身 一晃一晃的顿时笑了 感受到了左末的开心 小塔更是得意了 围着左末滴溜溜的转动着 摇得塔严的葫芦啊 叮咛他郎的作响 傻鸟呢一脸傲然 眼神去贼贼的盯着 小黑夹的那枚灵灯 咕噜噜噜 那喉咙明显的又吞咽的动作 被左末看了个正着 顿时时哈哈大笑 他指着傻鸟笑骂 嘿你这个吃货呀 左末心中也不恼笑着丢了两颗灵灯给他 傻鸟的利索的刀在了嘴里 抖了抖了身上的羽毛 毫无羞耻之感的就离开了 笑完之后啊 左末看着堆积如山的矿石 不由的有些犯难了 练完黑脸铺团之后 他对烂铁的需求顿时锐减 可若是放了这么一大堆矿石不要 那就太浪费了 烂铁银拼接不高 却是一种经常会用到的材料 可若是炼化提纯 眼前这么一大堆矿石 不是一会儿半会儿的功夫啊 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可大不值啊 好在呢 左末很快的就想到了一个 折中的办法 粗炼矿石 有了烂铁银的粗胚啊 需要用到的东西呢 再精炼一下就可以了 粗胚呢 也不像矿石那么占地方 左末必须要考虑到 纳虚界的空间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他可以通过浮阵的来完成粗略 节省时间的 左末并没有用过或见过 用来专门来炼化的浮阵 但这并不妨碍他做出这个决定啊 对浮阵理解越来越深刻呀 左末的自信呢 也越来越足 折腾没有见过的东西 那无疑是一件极其有乐趣的事情 他打算的制作一座能够一次 把所有的烂铁银矿石啊 炼成粗批的大幅阵 烂铁银是三品材料 炼制难度不大 不需要金屋火的 左末也没打算用金屋火 金屋火虽然纯粹 但量太少了呀 尤其是一次性炼化 如此众多的矿石 左末选择了火阵 当然了 不是离火扶阵这样的低级的扶阵 而是一种名为碧岩阵的四品火阵 碧岩阵能够产生绿色的火焰 用来炼化烂铁银矿石绰绰有余啊 不过左末头一次炼化如此众多的矿石 如此布置需要仔细的考虑啊 狐妖和公孙呢 正在一战旗内激战 为了让一个人一妖能够随时下一战旗 左末呢 专门重新炼制了一战旗 美其名曰 这是通关性质的一战旗 然后随手就丢给了公孙 公孙心里隐约的猜到 不过也乐得装糊涂啊 反正呢只要那位神秘人能够陪他下棋 其他的事情他才不上心呢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159回 各地人 各地人